接近年关,瑞士香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和赫刚乌拉利试制据点 特别在车站举办了年度成果展 呈现了长者们课堂上的公益作品 不只配合歌词节奏动动手指头嘴巴还得要跟着唱 赵福源带领部落文件站长者 以及与会的长官贵宾动手动脑 检视手脑眼的协调力 用人手忙脚乱的现场笑声不断 虽然说到疫情影响 今年度多数部落文件站或试制据点都暂时停站 但服务不中断 瑞士香复名村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与赫刚村乌拉利试制据点 不论是长者照护还是各项学习课程 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深受地方的肯定 接近年关 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与赫刚乌拉利试制据点 就特别在瑞水车站举办缅度成果展 现场长者们的学习作品琳琅满目令人惊艳 赵服务员以及计划负责人也感谢长者的支持 以及长官的辅导协助 让文件站或试制据点都能顺利的运作 有别于以往都在自己站内办理年度成果展 这一次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与赫刚乌拉利试制据点的长者们走出户外 欢喜庆祝并分享今年的成果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